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给您讲述的也是四川的一处墓葬 同样 这处墓葬发现后呢 既给人们带来了无数惊喜 也给人们提出了一道道谜团 在四川省博物院收藏着三件十分特别的古蜀国铜壶 他们名叫宗提梁湖 三个铜壶通高均为三十五厘米左右 气盖有手扭 壶腹上有扑手闲环的双耳 壶身则是简单的素面 没有花纹装饰 就是这样三件并不华丽的铜器 却是一件件难得的国宝 十分罕见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宗提梁湖特别珍贵的原因有二 首先是因为这三件铜壶并不是人们印象中 历尽沧桑锈迹斑驳的金铜 而是丝毫没有锈湿的金铜器 专家告诉我们 千百年前 大多数青铜器的原料 其实用的是铜与锡或铅等元素融住而成的合金 也就是说 青铜器在铸造之初 本该就是金色的 而宗提梁湖 正是这样十分罕见的金铜器 宗提梁湖堪称国宝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身上竟还保存着当年编织的宗绳 要知道 这件古蜀国时期的铜器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经历千年 别说是小小的宗绳 就是许多古墓中的大木头都会腐朽的荡然无存 可宗提梁湖器身上的宗绳 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的确是一个奇迹 通体犯金的铜虎 保存完好的宗绳 两千多年的岁月 这件铜器为什么会宛若心生 它们又是在什么地方被发现的呢 要寻找这个答案 就让我们回到二十多年前 这些器物出土的那一天 1980年3月 中国四川省新都县马家乡 在当时的第三生产队晒坝处 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座长方形土坑木果木 这座木坑长十点四十五米 宽九点二米 距地表三点六三米 木像正西 当时专家清理出墓葬外层的木果 发现全部是南木所做 共用三十四根长方和十二根短方叠起而成 结构宏大 十分罕见 可令专家失望的是 千百年来 这座埋藏并不算深的墓葬 曾经多次被盗 墓室内破坏的十分严重 几乎是一无所有 就这样 发掘连续进行了几天 就在一天清晨 一道金光突然从墓室底窜了出来 专家确定 马家乡墓葬为一处特别的墓果木 墓果木是商代开始出现流行于战国 西汉时期的一种墓葬形式 常常是在土坑内用木材构成长方形或方形的亭室 再将棺放置其中 亭室内常有边箱 头箱等放置随葬品 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马家乡的木果木竟然在底部还有一个腰坑 当腰坑打开时 坑内积满了清水 满眼眩目的金黄 让考古专家吃惊不已 甚至有人喜出望外的欢呼 真有宝贝 经统计 新都马家乡木果木 共出土铜器一百八十八件 包括铜纬 边中 三足器等等 其中两个方件与铜壶里面 竟还满装着铜制的生产工具和铜兵器 无一例外的 墓中出土的文物铜器都铜体成金色 几乎没有锈石的痕迹 那么铜壶千年不朽 宗神千年不朽的秘密究竟何在呢 难道千年前的古人就懂得防腐了吗 在全世界的古代墓葬中 千年前的防腐技术一直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从古埃及的木乃伊到中国湖南 马王堆出土的心锥女尸 仙人墓葬中的防腐技术仍旧是威解之谜 而专家分析 在马家乡的墓葬中 青铜之所以没有锈石 关键就在两点上 一是因为 在靠近木果外壁的周围 有着厚约三米的青色高泥 这些高泥是两千多年前陶瓷器物的专用土 这种高泥的分子结构非常紧密 因为有大量这种高泥 木果木就有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 保持着木中恒温恒湿的环境 第二点 也是宗神没有腐烂的主要原因 就是腰坑内满带的清水 在一间铜蹄梁湖上 我们能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细节 铜湖的湖颈部 很明显出乌黑的颜色 而下半部分则是金黄色 专家告诉我们 湖颈的黑色部分 就是因为没有泡在水中 而历经千百年的氧化形成的 可以说 腰坑内的清水 对于这批器物的防腐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考古过程中 也有专家对坑内的清水 做了化学试验 试验结果显示 坑内积水并无任何其他成分 且杂质极少 水质中性偏减 PH值在7.1至7.8之间 如今 科学标准认为 PH值7.3至7.4的水 是人体最佳的饮用水 看来这古墓中的千余年的清水 都能供人直接饮用了 这恰恰也对铜器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不过 专家告诉我们 马家乡大墓的清水 究竟是古人为了防腐倒入的 还是地层运动中 恰巧流入的地下水 已经无从考证了 两千年前的仙人是否真的对墓室进行了防腐处理 也成为一个威竭的谜团 金光一闪虎般药 墓底神兽 吓死贼 流传千年的盗墓传说谜底揭晓 守护马家乡墓葬的金虎神 究竟是什么样的庐山真面目